各位弟兄 今儿晚上 就要跟我一块去抓贼 怕不怕 不怕 不怕 平时要是敢让逮几个小毛贼 兴许你们真的不怕 可今儿个咱们要逮的 是大贼 是国贼 怕不怕 咱到时候就走得瞧了 开发 心 大人 请用茶 好 大人 请用茶 下天花 太太如鸟 我同居啊 苗 嗯 王爷 依下官给您请安了 嗯 程玉山呢 嗯 嗯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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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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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王爷 我看不必等程玉山了 他没准什么时候才来呢 我们开席吧 傅大人哪 是您请客呀 还是我请客呀 今儿个自然是王爷 您请客 车不就接了吗 既然是王爷我请客 还有位客人没到 能开席吗 是 是 咱们齐人哪 讲的就是这个理 好好好 王爷请用茶 福大人请用茶 廣告 王爷 下官有些内疾 出去方便方便 哈哈 福大人哪 撒尿就说撒尿啊 什么方便不方便呢 哈哈 出去把尿撒了 不就都方便了 说得好 来呀 伺候福大人方便方便 是 王爷 复旦人 稍后 福童 哪个是福童的 福大人 慢用 王爷 您想的可真周到 哪里哪里 与人方便 自己方便吗 福大人 到屏风的后面方便吧 传议宣 李渭 你一个军需四品织造 谁给你的权力调兵 地方官员擅自调兵按大清利律 是死罪 你知不知道 你甭管我是死罪还是活罪 今儿你家顶大人 我把皇家八旗兵给你调了 你要问我哪来的权力 行 今儿我就让你小孩开开眼 看好嘞 这玩意认识吗 我估计你那猪脑子 想到死你都讲不明白 弟兄们 有 给我抓他 是 都没动 李渭 你不就想要这个吧 这会儿我就让你亲眼看看 本官是怎么烧掉他的 陈云 你不想要命你就烧 李渭 就你那两下子三脚帽子功夫还想吓唬我 撒泡尿回去照照吧 还轮不到你这个小混混在这儿丢人现眼 压压了个呸的 上 谁敢动 李渭 李渭 你心里很舒服吧 啊 好不容易开眼 看到了这么多的书 可是他马上就要化为灰烬了 哈哈哈哈 好 程医山 你有种 你今儿个敢烧 老头就敢杀了你 咱们 不得了 骂 你 一 na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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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下来 你 这是 这 别动 都别动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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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大人 这儿呢 走 全部都闪住 是 好 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烤乳猪来了 来喽 您看王爷 这小子专门为您做的烤乳猪 好好 您尝尝 这真香啊 你先下去吧 待会儿要什么再叫你 好嘞好嘞 王爷慢用 各位大人你们都慢用 慢用慢用 列位啊 可别小看了我这胖猪师 他可伺候过皇上和皇太后 今儿个伺候列位大人 列位有口福啊 干坐了这么久了 这肚子里还真觉得有点空了 是是是 凡是在苏州四品以上的大员 为了给国秦王送行 今天差不多都来了 就差成涅台 还有苏州制造 立位 对对对 千万别忘了那小猫猴子 人家也是四品哪 说不定他和成涅台一块儿来 等他们二位一到 咱们就开喜 那是一啊 好 一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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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安排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 好 你在门口后着 随时听我口令 是 走 唐大员 你在门口后着 随叫随到 李大人 你就瞧好吧 这等人后客 就是凡人 这位大人 是不是 等着急了 您钓鱼的不着急 我们提鱼老子的 着什么急 不急 不急 王爷 咱 咱别的东西没有 陪王爷聊天 这闲工夫 还没有吗 真看不出 杜大人身为 安徽一省的巡抚 有这么多的闲工夫 朴大人 您身为两江三省的总督 您要是没有闲工夫 为何也坐在这儿了 年大人 您都病成这个样子 您不也在这儿坐着吗 咱们这是彼此彼此嘛 我可不能跟您比呀 福大人 福大人是身康体贱坐得住 我老年可不行喽 自打十天前 不明不白地吃坏了肚子 我就没消停过一天 要不是在老王爷这儿 吃了两粒名丹妙药 老年我说不定 就熬不过这儿 虚实三刻 苏州芝造府 李卫大人到 老大人 打打打打住了 打住了 杜大人 你干什么 怎么说你也是我的长官 上次 在这个场面上 咱不能太不讲规矩 要不然在座的各位大人 还以为咱俩有啥猫腻的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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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王爷 各位大人 不好意思 李渭我来迟了一步 多有得罪 多有得罪 小猴子 你谱也太大了 这成年胎呢 哪儿呢 来了吗 成年胎 今儿个有事绊住了腿 也许就来不了了 胡闹 他成年胎能有什么了不得的要紧公事 哪能说不来就不来了呢 王爷 您先开喜 我去找他 今儿我就是低楼 我也得把他低楼过来 福大人 福大人 人家成年胎办的是公事 咱们这儿说上天 那也是咱们之间私人的交情 坐下 坐下 坐下啊 来人呐 给大人们满上酒 开席 是 真香 这江南这块地方真是好地方 都说要在这个地方上当官 用不着三品四品 混上个七品八品绿豆芝麻花 就能让你复杀好几代 是 福大人 福大人 各位大人 这话啊 有没有点道理啊 王爷 在江南的日子 过得是轻快一些 这是实话 但是要说能附上好几代 王爷 您可千万不要上当 咱可不比金冠 人家离皇上近 冠品生前容易得多 咱们这些外甥的冠 不服单冠 只图过个安生的日子 这不为过吧 对对对 不为过 不为过 只要是不取不义之财 那就不为过 可是 偏偏就有人 喜欢去那不义之财啊 什么 还真有这人哪 怎么没有 王爷 我的老王爷 你可是不知道 在座的各位当中 恐怕只有学政大人 还有多御史大人 这两位大人 做得是清水洋 想贪都无处可贪 只能等人家吃完肉以后 跟着喝口汤 二位大人 你们说我讲的对不对 可咱杜大人就不一样了 你们大家伙看看 这身标都长了 李大人 你这话 福某可就听不明白了 今天 当着果秦王爷的面 福某要和你这位年少气盛的后起之秀 切磋切磋 这么多年以来 福某身为朝廷派驻两江三省的最高长官 和在座的各位大人 还有数日前 阴功殉职的江苏巡抚敏靖元敏大人一起 替朝廷掌管着江南这片赋税重地 也替皇上 私募着这三省的几千万百姓 为了朝廷 不敢说 已经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但至少算得上是担惊竭虑 问心无愧 等等等等 担惊竭虑 问心无愧 啥意思 李大人 李大人 福大人的意思是说 我们都为皇上办事 况且也没做什么亏 亏心事吗 没做亏心事 这么多年以来 我两江每年上交的岁赋银两 支撑着国库岁入的半壁河山 功劳嘛 不必去表 自有天理公道 苦劳呢 也用不着多说 都是为了朝廷嘛 罪令福某忍无可忍 定要为我两江百官出头名不平的事 总有那么几个卑鄙小人 什么立国立民的正经事都办不来 却整天在那捕风捉影 疑神疑鬼 今天说这个贪了多少多少两银子 明天又说那个拿了多少多少的魅心钱 王爷 您说说看 在座的各位大人也都说说看 要是整天由着这种人在这瞎搅和 那朝廷的差事还怎么能够办得了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 这差事的确不太好办呢 对 说的是啊 对啊 看 各位大人明见 王爷 您也明见 年大人 你与福某也应有同感吧 你别动福大人 你别动 你这动作啥意思啊 五福灵门 五子登科 五爪金龙 还是五百万人 胡言乱语成何体统 无言乱语成何体统 那你倒是讲清楚啊 你这动作啥意思 讲啊 小李渭啊 人家福大人没有冤枉你 五百万两 那是多少银子呀 那是咱们大清国一个嫉妒的镜像 你别管谁一比划 你就五百万两 你以为随便谁一比划 银子就出来了 是 换了别人 是比划不出来 可是 要碰上咱为国为民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那你自己的话怎么说来着 那叫单金结律 无愧于心的福大人 可就不一定比划不出来了 您说 我讲得对吗 年大人 福大人 虚实三刻已过 我年某人居然还没死 你应该觉得奇怪吧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 李渭说得不错 在座的诸位当中 只有你福大人掏得起这五百万两 老年 你 今天 当着国王爷和各位的面 我年某人干脆把话都说清楚 就是为了这本论语 老年我两次差点把命都搭上 先是有人派来刺客 被我老年躲过去了 紧接着又派人来下毒 哼 又被我老年躲过去了 今天在这儿 我要请各位朋友见谅 年某人不只诚心要卖你们 还是 如果我今天不把这本论语交出来 说不定我还要死上好几回 对不住了 福大人 你 你真是血口喷人你 年某 我装这十天的病 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今天 能跟您福大人做笔生意 我这本书就放在这儿了 您那五百万两银票也掏出来吧 西北还等着您的军下呢 福大人 你倒是掏啊 王爷 今儿可这李卫和年西遥都得了十心疯了 就凭着这么一本论语 就要栽给福某五百万两银子 各位大人 你们说说谁相信的 一本论语不够 七本够不够 七家论语够不够换你那五百万两银子 什么 七家啊 哎 吃人说梦 吃人说梦 唐大人 余大人 这东西就是梦 认识吗 胡大人 不要 朴某不认识 怎么 这东西认识吗 这又能说明得了什么呢 说明得了什么 行 这会儿我没工夫跟你瞎叨叨 我只跟你说说 这玩意儿我怎么来的 程衣山跑到你书房里头 把他拿出来讲给烧了 我是好话说了一箩筐啊 苦口婆心 人之一尽 可他不听我的我没办法 只能一刀把他给咔嚓了 所以这东西现在在我手里 既然是 从程衣山那儿能来的 那你去问程衣山好了 你以为死人开不了口 我就拿你没辙了 肚子贵 你好好看看 这里头有没有你的东西 这本是我的 即使你的东西为啥不在你手里 不是 这福大人让我放在这儿保管 让开 两位不正使大人 你们俩也好好看看 这里头有没有你们的东西 到底有没有 现在还有三本 海绞一本 海宁一本 海宁一本 明禁元一本 这俩都死了 还剩下这一本 老玉 这本该是你的了吗 是我的又怎么样 你干脱八卫杀了吧 想死啊 别着急 你玉龙不是八卫府里的奴才吗 要死也得等办完八卫给你的差事吧 各位大人 还愣着干嘛呀 赶紧对账吧 福大人 赶紧张罗开始 这只不过是孔夫子的几本论语 什么账不账的我一概不知 想跟我玩这一套 欺负李问我不识字啊 我告诉你 这年头不识字的人还真找不出几个来 识字的人到处都是 赌之贵 李大人有什么吩咐 算账 算算算 倒什么打 你老王爷给你撑腰你倒什么打 李大人 李大人 我我我算账得有算盘呀 我 想办算盘伺候 是李大人 是李大人 福大人 利益不讲不清 账不算不明 对吧 赌之贵 李大人 算账去 不光要快 而且要准 明白吗 小的明白 小的明白 小满 上板伺候 好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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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 请 安徽部证时 沈元 雍正元年正月十六 收现银二十一万六千两 江西铁城 雍正元年正月十六 收现银二十九万五千两 安徽寻辅度之贵 雍正元年 二月初二交税银 十一万六千两 正月支出现银十万两 雍正元年二月初九 苏州制造海宁报内务府年西遥 安徽一省报账十一万六千两 安徽一省今年正月到八月 供贪末科口恒征税银 一百六十五万三千两 沈元 铁城 度之贵 还有年西遥所报账目 无误 不错 八个月的时间 一百多万两 李大人 这只是账上的一百六十多万两 但是 但是什么 这只是记在七家论语上的 一百六十多万两 如果再加上层层盘剥 层层苛扣 锦安徽从李正到支县到支府 再到我的巡府 每年在百姓身上苛扣的 不少于六百万两 多少 六百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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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大人 不错 那账本上都记着哪些官员的大名啊 不是说这账本 关系着江南百官的身家姓名吗 小的马上把这一百多号 跟本案有关的人员写给李大人 启禀王爷 我福通作为两将总督 不能再容忍李渭这么胡闹下去 下官只好不讲清面了 来人哪 把这个小伙伙给我抓起来 王爷抓谁 你问问李渭给他 你再抓谁 压压了个呸的 把这群贪官 一个一个全给我抓起来 慢着 李渭 你单敢擅自调兵 以我大清律 在这两江三省之地 有官兵 非我福通所不能 生要你生个清楚 死要你死个明白 福察 福察在 给这位福大人 讲讲班旨的故事 辙 这两枚班旨 原是圣祖爷生前 最喜爱的东西 一枚文班旨 在国亲王手中 一枚武班旨 在十三爷手中 八旗兵朱将军 只要见到文武班旨相合一起 即听命调动 圣祖爷遗诏中 是怎么说的 圣祖爷说 皇四子 隐身新皇登基 恐家国有变 故特召国亲王兼八旗 将宗人各式 一场家贼 特召皇师三子允祥 捡天下兵马 掌谋逆犯上各式 以治乱臣 凡抗命不尊者 以死罪论 武童啊 你是奇人吧 这会儿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啊 圣祖爷遗诏 治得了你治不了你啊 王爷我治得了你治不了你啊 来人哪 在 拿掉他的顶子 不用 父母自己回宅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王爷 你慢慢地收着吧 小便 太厉害了 杜萝丳 不认识 肯定是 对了 你变成了 我 不认识 擅担 豈容你们这帮小小奸踏 我把他藏起来 我放开我藏够 正白 别让他把正白给吃饭了 不行 拿不出 别让他走 他让他干吗 传个大枣 大枣 大枣 还不在讲嚣张 西北军下的银子 大脸让你压了去 带头 看什么看 不服输啊 白天扛三百斤麻袋没事 夜里淋个夜壶 屁腰 放啥屁股 还闪个腰啊 你把你脑袋都给闪了 带头 好 李大人 您可别忘了在皇上面前 给我求个情 好吗 您放心 啊 我一定在皇上四爷面前 替你表忠心 带头 小娘啊 回去一下吧 回去一下吧 连我老年也一起抓啊 皇上要的是七家的银子 谁敢找一家 王爷 为了破江南这个案子 我是立下了汉马功劳的 功是功 过是过 到了皇上这儿 自然能够说清楚嘛 您大人 既然老王爷都这么说了 那您 就去跟皇上四爷解释解释就吧 你就说 你老爷对皇上是一片忠心 从来就没拿过八爷的半两银子 半处宅子 可是我就不知道 这瞎话 你敢不敢跟皇上他老人家憋呢 阿姨 什么 散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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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曼哪 皇上交给咱办的差事 咱算是办成了 先秦汉堂的气象 已经不一般 仙秦重大盗 也就有了围棋 这小小的棋盘 黑白两极 阴阳交替 三百六十一颗棋子 予以周天眼化 真是说出了宇宙大折呀 汉堂重工业 于是就有了象棋 教持啊 十三帝 你如果真能杀掉朕这条大龙 也就必胜 如果杀不掉 你也就必输啊 这就像老马的福童 敏敬元和成衣山一样 拼命地想置李位于死地 但是却没有发现 这只小龙 有这两只铁眼哪 我杀不了他的大龙 那我就吃在那龙尾了 坐直身子五木齐 什么五木齐 下棋的时候 要坐直了 自然长出了五木齐 因为只有坐直喽 才能纵观全局嘛 皇上 刚才脱纤的那首棋 你才看出他的作用啊 这就是弃子的作用 弃子不是不要这颗棋子 而是为了让他对全局的胜负 起更大的作用 你看 提到如此 正道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八哥 江南出事了 完了 江南全完了 出什么事了 天塌下来了 李位将福童玉龙杜之贵 沈元铁城他们全抓了 啊 账本呢 在国亲王手里 年熙遥呢 也给抓了 果然所有的事 全都坏在年熙遥的手里 年熙遥离京去苏州的时候 让福童派人把他干掉 拿到账本 对账消账 这个福童也是 真是成事不足 百事有余 这群两榜近视 封江大利 居然斗不过李位这个小混鬼 四哥两江得手了 接下来就是处理内务府 因为两江的仗 跟内务府是连在一起的 八哥 那么四哥接下来就要收拾咱们了 咱们是他想收拾就收拾的吗 这盘棋还没到满盘结束的时候 天熙遥漏了 内务府的事成漏信了 内务府的人怎么办啊 怎么办 能怎么办 统统舍掉 人和账都不要了 内务府咱们也不要了 都不要了 事不宜迟 你们马上派人 把内务府的事情处理干净 免得给雍正留下一堆活口 我们这儿就去 慢着 山西不正使来了没有 刚刚到京 好 江南的地盘虽然丢了 我们就不能从西北牢回来 秉十三爷 内务府大臣海宝 自艺身亡 还有广楚司的银库 断库 茶库 几个园外郎和会计司几个郎中 也在内务大堂自艺了 怎么回事 一个多时辰前 还有 还有什么 所有的帐门全部烧光 老爸 你行啊 当时啊 我姐夫那叫一个帅子 如同在我们李大人面前啊 我吓唬了他 他疯了 李大哥 这回你是不是把江南贪官 都一网打尽了 打得尽吗 撒网打鱼 你还是有露网之鱼的呀 儿子 你还真得帮妈把这些贪官 都抓干净了 你不把他们抓干净了 说不定他们什么时候 又设个圈套让你妈往里钻 害得你妈还得去讨饭 李大哥 这回你为皇上练了大功 肯定能升官了吧 要是再升 就是三平吧 说不定啊 我姐夫就成巡护了 巡护 我说富贵啊 我看你这官就别升了 妈算是想明白了 就是你这官升得再高 咱沙油水也不能沾 费着劲干吗 还不如安安生生地过日子呢 是不是 好 老妈 这升不升官的 也不是你儿子说了算 那得皇上说了算才行 这会儿啊 您赶紧去打扮哪儿呢 我都 我都这么老了 打扮 打扮事没打扮 娘 一会儿咱们要去老王爷家 喝庆功酒呢 去王爷家喝酒 对了 明儿子啊 老王爷就要回京了 所以啊 今儿要请一请 你儿子这个有功之臣 你们大家伙儿啊 就跟着我沾光吧 散丑啊 有你大爷和知父他们的消息吗 禀大帅 此刻 知父正在回西北的路上 回西北 他没有说银子的事 说了 知父说 他大爷跟两江总督 扶同销完账 就能拿回那五百万两银子 他为什么不留在苏州 帮过他大爷 知父说 他大爷叫他回西北的 因为那边用不着他了 那边有李卫给他帮忙 李卫 八哥 胡大人特意向八哥 来报告年庚瑶的消息 陕西不证使胡齐恒拜见八爷 八爷吉祥 快快请起 快快请起 胡大人都是自家人 何必多礼呢 坐 谢 八爷 好 坐坐坐 胡大人 西北年庚瑶有何消息 年庚瑶近半月一直按兵不动 因为叛军 罗布藏丹增的主力突然消失 年庚瑶急得四处寻找 还是找不到 三天前突然出现了三千叛军 袭击了年庚瑶的大营 幸亏年庚瑶和他的几员大将 都去了蒙古扎萨克郡王那里吃酒 才逃过一劫 这么重大的军情竟敢瞒着不报啊 这么说 一时半会儿西北还安顿不下来 也就是说 一时半会儿老四和年庚瑶还翻不了脸 八哥 李渭不是在江南把年西瑶给抓了吗 什么 年西瑶被抓了 胡大人 你马上回西安 见了年庚瑶就告诉他 年西瑶已经被抓了 喳 李渭这么一弄 江南的一切就都清楚了 清楚是清楚了 朕万万也没想到 居然抓出个年西瑶来 十三弟 你说 这个年西瑶该怎么办呢 这人已经抓了 木已成舟 以臣弟的意思 只有快刀转烂麻 一网打进江南的八爷党 彻底解决两江问题 这个年西瑶 这怕是抓不得呀 皇上的意思是要放了他 这抓人不易 放人更难 现在朝野上下都看着这事儿了 皇上 臣弟的意思 咱们还是看看西北的战况 再定夺不迟 放 放人 放 西北的战况到底如何 朕就如同是一个睁眼瞎子 西北的真实情况 朕只能从年庚瑶身边的都兴鹅那里得知 可这个都兴鹅 已经几个月没有一个字给朕了 也许 他也被年庚瑶给圈起来了 带都兴鹅 坐 大胆都兴鹅 身为军前相伴 朝廷的一品大人 竟敢勾结叛军 偷袭我行人 你今儿个死到临头了 还在本帅面前撒野 跪下 年庚瑶 我呸 栽赃陷害算什么本事 可坦是 我给皇上的多少次密折 都被你给结下 让皇上没有办法 知道你在西北的所作所为 今天要杀要寡有你 何必再废话 我年庚瑶 要他跪下的人 他敢不跪 我还没有见过 打断双腿 跪下 跪下 我今儿个要就成全你 大将军 杜青蛾是皇亲国戚 军前大将 就算果真犯了罪 也要坐请皇上 万万不能擅自杀了他 我年庚瑶不敢杀的人还没有出生 今儿可我要杀了他 给这些人看看 年庚瑶 杜青蛾真要是被年庚瑶捐起来了 那就更得放人 年西瑶不能压了 年庚瑶 得马上放人 再等等 咱们再等等 杜青蛾的消息吧 我们等得 只怕老八他们等不得了 说不定这会儿 已经派人把年西瑶被抓的消息 通知了年庚瑶 如果年庚瑶知道了会怎么样 他会不会跟老八结成联盟呢 立刻明照天下 走在老八他们前面 此事 咱们总得有个理由吧 放了年西瑶 那府通等两江都府怎么办 李卫怎么办 杀府通 放年西瑶 好 将李卫搁职茶班 什么 王爷明天回京 替我向皇上十三爷问好 别的事情我能忘 这件事情忘不了 李卫能端掉江南 这天大的贪慕案 也多亏了王爷相助啊 光靠我相助不行哦 还得靠这猴仔的造化大呀 明天福通他们全部押回京 年西瑶也一起押走 年西瑶不押走 让他在苏州这块好地方享福 查办李卫 也只能如此了 如果查办李卫 咱们总得有个理由吧 是啊 给李卫定个什么罪呀 李卫为了心战巩固 解决不押走 这八爷党 他是立了大功啊 朕不但不赏他 还要治他罪 查办他 搁职 我们如果查办了李卫 他能受得了吗 不这样 难道朕还有什么办法 看来也只有如此了 是咱地 这 你替朕拟旨 这就是王爷府啊 是啊 这我来过呀 娘啊 这是果王爷住的地方 你怎么能来过呢 我真是 我就是来过这 别说老太太讨饭哪儿不去啊 弄不好 还真来过 就是啊 我就是要饭的时候来过这儿 里边还住着个王老哥呢 行了 甭管是王老哥李老哥 进去看看就知道 走 太太少爷小姐 给点啥碎银子吧 给点啥碎银子吧 你们谁有碎银子给他点 可怜可怜我 还能快点可怜的 给点散顺银子吧 给点散顺银子 拿去吧 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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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前世也不 我说我没找你B寨 你倒要饭要到我头上来的 还在王爷家门口要饭 这 这不是老太太教我的吗 说要要 到大户门要 能要到银子 要到了银子 好还老爷啊 你这个俺欠道的 学妖犯也不学不出了什么样来 娘 好老妈 你这个徒弟 今生今世算是出不了失了 那咱那八百两银子怎么办哪 我说前世也 你可得好好谢谢 敏靖元 程一山他们都已经死了 福童他们也被我逮起来了 过两天就得被咔嚓呀 你说你在这儿要饭 总比把你咔嚓要好得多了吧 我那银子不着急 好说 这辈子你要是还不上 下辈子你再接着要饭 下辈子我还讨饭 老老爷 你要是不急再这样来到这儿去 王老哥你也在这儿呢 在在在 来来来来 这就是我那当制造的儿子 你小模样挺俊吧 坐坐坐 今儿个呀 是你家王爷求我们一家子吃饭 对对对 那是因为我儿子呀 他一下子把这江南的贪官 他就全抓起来了 对对对 你还真有一个好儿子 我没骗你吧 老老哥 没有没有没有 我去跟那王爷说说 求他让你和我们一块吃饭吧 好好好 娘 什么老哥哥呀 您也别去找什么老王爷了 今儿就是他请我们吃饭 您跟他说就行了 怪不得说您姓王呢 这王爷 他不姓王姓什么呢 是不是 请王爷宽亮 我真是有眼无珠 您大人大谅了您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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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老哥 王老哥叫得多顺口啊 怎么一听说我是王爷 就生分起来了 来来来 快坐快坐 都坐下 您坐 您坐 您坐王爷 坐 都坐下坐下 坐 我说大妹子 今儿可 再给你做支叫花鸡 行啊 这回我可不敢了 这有什么不敢的 那王爷 等王爷我一回京 想吃都没有了 老哥哥 您要是真这么爱吃 我就跟着您进京 天天给您坐着吃 得 老王爷 等到时候我回京啊 也天天上您府上 陪您玩去 唐大远 今后 凡是礼位到府上 就立马关门 喝 啊 为什么呀 为什么 你小子一到王爷府 跟王爷我玩 制骰子 那王爷府的宝物 不全叫你给影子了 这回啊 皇上看你小子这么能干 一准派一个 更要紧的差事给你 皇上是不是给李大哥升官啊 那倒不一定 来 任先生 任先生 您这话是个逆子 您还怕皇上亏待了我呀 那 那 你们瞧瞧 我今儿是特地 穿了一身官服 来 随时准备接圣旨啊 驾 驾 我 李卫大人在吗 哦 去找老王爷去了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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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点还是小点 这下可好了 明明不用查什么案子 小安安心心地 在苏州当制造了 我看不如这样 你和任先生 也在苏州住下 这样我们可以闲来喝喝茶什么的 那感情好 可我就怕是不行 先生说 还要到西北去 去西北 嗯 吃狡猾的鸡嘞 来 来来来 狡猾的鸡 你可真做了个狡猾鸡啊 你可真做了个狡猾鸡啊 又可以 你烫死我了 王远 你胜死到 好好好 苏州之道 礼拜皆知 我说吧 我说我说不会亏掉我吧 才说声话 这一舅来了 礼拜 快快戒指 戒指 戒指 查苏州之道礼拜 世人狂坐 于之道任上 任意杜撰 肆意无限 月职用兵 竟擅自杀朝廷乙犯成衣山 此前 又纵母贪末 私自挪用公银修家庙 先隔去礼位 苏州之道一职 降制六品 回京俭用 钦此 你认字吗 你不会念错吧 圣旨岂能念错 快接收旨啊 臣 臣领知心 臣领知心 国庆王 防身密旨 张大元 哎 把您吸药放了 什么 把年细瑶放了 哎 隔了我李位的职也就算了 干嘛还把年细瑶给放了 啊 他再怎么着帮咱们的忙 那也是江南探某案的煮饭哪 要放干脆全放了 把豆枝棍也放了 把福桶也放了 全放了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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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哥哥 您不是王爷吗 您不是皇上的老叔吗 您跟皇上那儿替我儿子说句话吧 哎 哎 真不懂皇上的意思 谁都能懂他还能做皇上吗 傅帅 傅帅 皇上的御旨到 又是随我与叛军主力决战 可你能够抢你啊 可是我要的良想呢 说是把江南那五百万两银子给我 不但不给还抓了你大爷 打开吧 打开 打开 哦 傅帅 李位被革职了 大爷无罪释放 啊 李渭啊 李渭啊 都四品了 还这样毛手毛脚 忙忙撞撞 他竟然抓了两江的都府 还杀了涅台 有种 副帅 您可别忘了 抓大爷的也是他李渭啊 那是他撞到他手上了 你大爷不是现在已经没事了吗 皇上这次还真够给我面子的了 他明知道是八爷的人 为什么不杀他 那是因为破江南滩墨案 大爷有功了 我认为李渭小叔叔 这次也太犯魂了 李渭啊 这次什么也没闹着 还罢了官 我们应该帮帮他 你想 江南两响 属里衙门 是李渭从皇上手里要来的 福童那五百万两银子 如果没有李渭我们也拿不来 他够朋友 不过李渭小叔叔这一次啊 可真的是要气晕了 我们也应该安慰安慰他 知府啊 孩儿在 你 玄良剑蒙古郡王送来的好银器 派人骑上快马送到苏州李渭那儿去 另外替我写封信安慰安慰他 是 你告诉他 只要他愿意来西北 我双手欢迎 他玩也好 做官也好 我都医治他 只要他开口 虽然皇上把他降为六品 但在我这儿在西北他还是四品 你告诉他 我年庚瑶这一生都是他的朋友 孩儿明白 慢着 你把青海喇嘛送给我的那副 象牙骰子一块带去 另外给他一张两万两的银票 是 对了 给李渭的那封信 还是我自己写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站在мотрите ULL